字幕君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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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各位母子的粉丝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副總編輯的連世瑤 今天又是早餐匯報特別篇的時候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們今天是一個外景的特別篇 這裡是台灣國樂團的大排練室 那為什麼來這裡呢 其實要介紹一下很有趣的音樂會 那先來歡迎三位老師 老師好 主持人大家好 那今天要介紹的音樂會呢 是台灣國樂團即將在12月4號演出的 好事成雙音樂會 在講這個音樂會之前啊 我很好奇三個老師 你們都是在國樂界投身了可以說 十數年到數十年嗎 我是數十年 他們是十數年 那不知道老師可不可以跟我們講講 你們學國樂的歷程還有國樂的魅力在哪裡 其實我學國樂本身就是一個美麗的錯誤 我高中才開始接觸國樂 然後考進文化大學是用笛子考進去 後來就用索納考進了職業樂團 可是最後呢是靠指揮在過生活 老師是蠻厲害的喔 可以說是全才型的音樂家 老師因為笛子吹不好才去吹索納 索納吹不好只好去指揮 老師太謙虛了 我們現在就讓怡方來說 等一下 等一下 從小我就是在一個充滿國樂氛圍的家庭下長大 姐姐是學古增的 爸爸也會拉耳朵 所以我是在父親的帶領下 進入國樂這條路 那你媽媽學什麼 我媽媽沒有學樂器 喔 那 喔 不用我自己 所以其實就是從小耳如木然 國樂從小到大就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對 我從小呢 我學過很多樂器喔 我學過 木笛 講學的最好的那個就行了 最好的那個喔 應該是 木笛吧 結果是木笛嗎 對木笛 有學木笛啊 然後學鋼琴啊小滴琴 後來國小的時候就考上高雄前進國小的國樂班 音樂班 所以我就只好選木笛 因為他最像 我就找到我的真命天子 就是我很喜歡這個樂器 其實後來我也沒有繼續走這條路 我的國高中其實跟流行平老生相 我就是一個不務正業 我就是去 你說我不務正業 不會不會不是不是不是 你剛才說跟我很像說我是個不務正業 你聽到對不對 浪子 浪子可以 我們都算浪子 好 大學之後就還是找到我生命中最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演奏音樂 就是回頭找到那個真命天子 胡琴 對沒錯 好所以我們可以聽得出來 三個老師跟這個國樂都很有緣分 其實這蠻好玩的 因為生命的歷程都是 你沒有辦法去預料的 那這次的音樂會啊 我覺得這個標題很有趣 叫好事成雙 不知道可不可以請劉老師跟我們講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個音樂會 其實這個標題就是我取的 在去年的時候 然後樂團找我說希望看能不能製作策劃一場 極要有傳統的元素 可是又要有別於一般常見到的這種國樂演出 這就很難了 因為你說又要傳統 然後又要跟國樂團不一樣 我們就首先是規劃說 那我們是不是用幾首合奏曲 幾首協奏曲 後來呢 想說一定要創新要有新曲子 可能很多名家他們沒有空再來練這新的曲子 後來想說其實台灣國樂團人才被出 從首戲到很多新團員都是很棒的獨奏家 所以是不是從樂團我們就讓自己團員來上場 在曲目上就是一個最大的賣點 請了助曲家幫團員量身打造 所以這一次的曲子有兩首是世界首演 是特別為音樂會所寫的 那時候就想說 協奏曲呢又是跟原本就一樣 我就想說如果多來搞一個全部都是雙協奏的 就是獨奏樂器是兩個人 所以那時候就規劃在吹拉彈打這個項目 後來呢因為時間的考量 我們就用了吹拉還有彈 那當然拉旋呢就我們旁邊這兩位 有特別的請江世良先生寫了一個曲子 管樂就請了我們的樂團首席劉真寧老師 跟生獨奏家陳其米 我們請吳卓仙作曲材質量身打造了一個非常創新 非常炫技的曲子 然後我突然就有一天想到一個好事成雙 後來就跟樂團說我們這場音樂會 所以就用這個名字來當主題 所以這大概是這個音樂會的構想 那當然合奏曲呢也是跟這個有關係的 第一首曲子挑了 黃美戲裡面有一個天仙佩很有名的 他的歌詞第一句就是 書上低鳥兒啊成雙對啊 所以其實我一想到這個曲名 我就第一個就想到這個曲子 我就挑了這個黃美戲曲當第一首曲 那最後當然回到傳統 我們就用了國樂到現在都還是經典 彭修文老師的《勤兵馬勇》 《幻想曲》 來做這個曲子的最後的ending 節目還有另外一個非常特殊的曲子 是一個外國人寫的 13年開關國樂團委約德國作曲家 Frank寫的《鏡子與圓圈》 它是一個琵琶大提琴的雙協奏曲 這一次我們大提琴獨奏也用了樂團的新秀 徐雅廷《琵琶》呢也是現在非常無藥的青年琵琶演奏家 陳玉龍大家可以來聽聽看外國人寫國樂曲 是什麼樣一個感覺 我覺得這個音樂會我那時候看到的曲名 我覺得蠻有趣的光一張票 你就可以聽到六位演奏家 因為有三首雙協奏曲 其中有一首協奏曲叫《檳榔傳說》 這首協奏曲就是由兩位老師來擔任獨奏的部分 那不可以請兩位老師跟我們介紹一下這個曲子 這個《檳榔》其實一開始 江四良老師傳給我的時候 我一開始不知道他的曲名 然後他丟檳榔傳說的時候 我覺得說你是在跟我開玩笑嗎 為什麼是用檳榔這樣子 我以為他是開玩笑 後來我想說那檳榔要怎麼演詩呢 所以其實檳是一個男的 郎是一個女的 他是一個愛情故事 對 然後是一個分陰陽兩地的一個鬼故事 所以很像《妾女幽魂》這種感覺 怎麼可能需要一點觀落影才有辦法 所以我到時候是看不到你在拉 你可能看不到 幫我安排一下位子 其實我那時候只會幫你改 拿香可以嗎 可以就去 我們可能到時候可以看一下有什麼特別的安排 不過我覺得那雙血鬥曲蠻有趣的 因為我不太知道說 老師覺得拉這個單元的血鬥曲 跟雙血鬥曲有什麼樣的差別 雙血鬥曲的話 我們需要在排練上有更多的溝通 然後要去培養我們的默契 所以我們在想法上就可以有更多的碰撞 就是產生出新的火花這樣子 那因為像我知道這首曲子是由高虎跟中虎 從我們這個古典樂迷的角度來看 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有點像是小提琴跟周提琴的雙血鬥曲那種感覺嗎 還是說這兩個樂器它要怎麼樣去做出融合 這個樂器它雖然都是虎喔 但是高虎跟中虎它除了音域不一樣之外 它的音色其實完全不一樣 所以其實跟小提琴跟中提琴的概念會不太一樣 對 那中虎的話會多很多滄桑的感覺 因為它拉起來就是容易出一些絲絲的那種 有點類似雜音的滄桑感 那高虎本身就是非常亮麗 然後很甜美的一個音色 所以剛好就詮釋了一個漂亮的女生 跟一個老太隆重死掉的男生 聽老師們的介紹其實這場節目非常的有趣也非常的精彩 那最後可不可以請老師跟想要來聽這場節目的觀眾朋友們分享一些話 今年是我第一年入團 然後這一場演出的也是我第一次跟MCO協奏 也很榮幸跟劉江碧老師和葉維仁老師合作 就希望大家可以來現場聆聽 我其實這次非常期待 因為我第一次跟劉江碧老師合作 一方是非常非常優秀的胡錦演奏家 然後也是我們的新同事 我也很期待可以跟他插出一些不一樣的火花 這一場是一定要來欣賞的 其實這一場約會 程如我剛才所說是一個結合傳統又創新 像這樣的曲目安排非常少見 歡迎各位老朋友新朋友 能夠在12月4號來到這個台灣戲曲中心 欣賞台灣過夜團這一場精彩的演出 那就期待到時候在音樂會現場見到大家囉 那麼母親早安匯報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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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安匯報特別篇 大家還喜歡嗎 喜歡的話麻煩幫我按個讚 或按訂閱開啟小鈴鐺 有任何意見的話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麼母親早安匯報下次再見囉 嗎 按讚